高速公路是发生严重车祸的频发地 所以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我们要更加的小心 尤其是对于新手来说 如果处理一些小的驾驶动作不恰当的话 将会发生不可想象的后果 那么从本期开始 安全驾驭将会陆续的教大家 如何在高速公路上安全的驾驶汽车 关注汽车生活 普及汽车安全驾驭知识 欢迎来到本期安全驾驭学堂 大家好,我是灵溪 在高速公路上进行超车 很多驾驶员会认为是很平常不过的事情 可往往就是由于粗心大意 麻痹操作造成了很多交通事故 本期安全驾驭就是教大家在高速公路上 如何正确安全的进行超车 高速公路上车速基本都在100上下 如果超车时受到被超越车辆气流影响 将很容易发生碰撞 导致紧急制动 发生旋转产生二次撞击 威胁生命 高速公路驾驶 高速公路驾驶容易让驾驶员麻痹大意放松警惕 但是往往危险和紧急情况都是在瞬间发生的 稍不留神就会酿成大祸 那在高速公路上超车 常见的错误操作又是怎样的呢 在高速公路上驾驶进行超车的时候 极有可能我们面对的前面是一个拖车 那么错误的操作是什么呢 比如说现在我们和前方的车距太近 在这种距离的时候 我们的视线是看不到左前方有什么障碍过来 由于跟车的距离太近 导致我们无法看清左前方的路况 如果驾驶员此时向左超车 遇到前方有车辆时 后果将非常严重 还有一种错误的方式是什么呢 那就是在超车的时候和对方病死的距离不够 以及病死的时间过长 尤其是大货车在旁边的时候竟然更危险 在高速公路进行超车动作 慢慢悠悠与被超车辆并行 由于气流影响容易发生刮蹭 有些驾驶员在超越过程中 在没有保留足够安全距离的情况下 就驶回原本的车道 由于超车驾驶员错误判断 被超越车辆和自己车辆的速度差 导致被超越车辆和超车车辆 发生了严重的追尾旋转碰撞 威胁生命 而部分驾驶员在超车前没有细心观察超车到后方 是否有跟进车辆就迅速转动方向盘超车 这样会使后方车辆反应不及时而产生严重的追尾 以上的操作都是错误的 那么正确和安全的操作是如何的呢 在高速公路上进行驾车跟进和超车的时候 我们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距离 确定到后进是没有后方车辆跟进的 保持这样的一个车距 转向 打灯 跟进 保持超越 加油 合理的距离 这个时候打灯 电线 然后回到正常行驶车道 完全一个整个的一个超车过程 在高速公路上 我们要超越前方的车辆时 必须通过后视镜观察后方车辆动态 打开左转弯灯 要超越时再次观察前后车辆动态 然后平稳转动方向盘转入超车道行驶 在超车道行驶 直到超过80米以上后 打开右转向信号灯 平稳转动方向盘回到行车道 完成一次正确超车动作 在高速公路上进行正确和安全的超车 应该是这样操作的 首先要保持和前车至少100米的距离以上 同时要确认左后方没有跟进的车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打灯 从左侧进行超越 那么和被超越的车辆保持至少1米宽以上的距离 同时我们要拉开超越车辆至少有30米的距离 然后再进行并线 整个超车的一个过程分了四个步骤 那么我们牢记以上四个步骤 就可以做到在高速公路上进行安全和正确的超车行为 在高速公路上进行错误的超车操作 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是超车并行时间过长 那么第二和被超越车辆之间 所保持的有效的安全距离 太窄 造成两车之间容易被气流扰乱而产生祸碰 那么第三是在没有经过确认后方是否有车辆跟进的时候 就贸然的打方向灯进行超车动作 于是造成跟后车追尾的一个严重事故 相信各位观众在观看了本期节目以后 对如何在高速公路上进行正确和安全的超车 已经了然于胸 好了 希望大家能够学以之用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